归宇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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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茄子 然后就是三角木屋 会这么据称呼你 经常是语言上有些攻击 以后还有一些机体上的一些 就是 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 当时我摔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哭了 第一次我哭了 后来慢慢我习惯 我觉得都没关系 你们随便欺负我了 没关系 我觉得只要我内心强大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反而我 但是我是拿了个第一 但是我没想到 有可能就是我拿到这个第一呢 不是对我一个专业 不是对我的机育 不是对我的专业一个肯定 而是对于我的一个自信 和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个勇敢 站在这个舞台上展示给大家 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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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就是觉得就是老天爷 很多人会觉得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觉得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我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 我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些磨难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这些磨难让我成长 让我内心更加的坚强 以后呢 成就了我的现在 假如我 要是我